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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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沒死 再不下去 大小姐她會死的 我親女兒小冉的命才叫命 她只不是小冉的一棟雪糊 丟丟 我們直接讓我們交回去 你放心 絕對會像十年前 處理的七十五季 你 姐姐 你給我輸的寫我一點也沒浪費 全都被我拿過來 削花了 你看哥 你看哥救我 你看哥 我 我 我也幫了我整個大的忙 呼吸利用葉薄言對你的愛 達到夜市的商業期 我怎麼能不求 啊 你不說我都忘了 葉薄言好像在愛句姐姐都落生 出社會是我們 對 令緣月 如果有來生 希望你能接受我 姐姐怎麼傷心了呀 這可是明凱哥 特地送你名字前的禮物 還不趕緊謝謝你最愛的明凱哥 哎 溫柔點 哎呀 什麼 送你下去見一部一盒 你只不過是我毛髮也是你去罷了 把石頭倒出來吧 對 讓他送我這個十二九斤 最後一程 也不會 下一次會不會來 你 我居然出生到五年前 你死相比也不願放離開了 魏玥 魏玥 太好了 也不願還活著 那魏玥 是明凱他根本就不愛你 他跟你在一起是另一種所 我 你只不過是我搞垮夜市的一個工具吧 你還會不會 明天的婚禮是周明凱給你準備的 如果一定要堅持嫁給他 我可以請你放手 但是你以後不要再傷害自己 את 你不要再什麼 我可以給你 你自己去 瑋瑋 你結婚吧 瑋瑋 你真的願意嫁給我 我媽車會死亡這件事 不會這麼算 只要你死 我就會和你來個家 你母親的車禍真的不是我 我知道 你放心 絕對會像十年前處理他七十五歲 絕對你 阿妍 你能不能幫我查個人 誰 害死我母親的真正是不是 我已經派了 進 總裁 關於殺害林小姐母親的凶手 已經查到線索 在哪 已經派人去追查 那人叫吳勇 好像和您父親林志遠 放心一起 果然是他 葉伯妍 竟敢在結婚那前一晚 把林薇月爐走 實在是太囂張了 哎呀 在林薇月的心裡頭 那葉伯妍可是他的殺母仇人 明天啊他肯定會乖乖的回來和周少結婚的 沒錯 他今晚失了身更好 我已經和周少計劃好了 明天當眾揭露林薇月失聲的事實 到時候再由周少 大股接手 等婚禮結束之後 我只要隨便好他接手 他就會乖乖的像故事集團雙手封手 到時他要死了他媽留下的故事集團 可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吳勇月 姐姐 我好擔心你啊 你現在安全嗎 葉伯妍有沒有把你 每天我和周密凱樂 和你照常進行 葉伯妍送你 怎麼 貝林小冉這個賤人哄騙了這麼久 是時候恢復原本的 貝林小冉這個賤人哄騙了這麼久 是時候恢復原本的 好了姐姐 葉伯妍看到你這麼醜 肯定不會再糾纏你了 謝謝小冉 葉伯妍我得不到 你也休想得到 上一世是我父母 這一世我一定好好愛你 安妍 我 慧月 這真的是你嗎 這才是原本的我 喜歡嗎 喜歡 少爺 少夫人 敏正去那邊已經打好招呼了 走吧阿嚴 美完正 我們還要趕緊周明凱 跟我們準備的婚禮現場責問呢 好 少夫人真有一個善一聲線 周明凱和林家 要是知道辛苦 除非了這麼久的婚 竟然為了您二位做了假 真得氣 安妮喜歡這樣嗎 請我作為葉太太 你可以揮索遇文 林維月那個小賤蹄子 不會不會來了嗎 必須來 律師在那兒等著呢 他必須結了婚 才能夠啟動他母親留給他的 故事介紹的資產 他這麼愛這個事 肯定會過來 您就等了 來了來了 新娘來了 你結婚穿黑色 你是做我們死啊 混賞東西 你等等等等等 松柔我要好斷了 姐姐我比你怕的太近呢 你不會讓葉柏妍看到你的真實樣貌 怎麼我這樣好看嗎 還是那沒覺得你這樣 沒有 對了周少等級了 我們進去吧 哎對對對 周少給你準備了一個好大的轉件 估計有伊克拉呢 提克拉 這些是葉柏妍送的 這麼多鑽石 一手竟然這麼大塊 父老不結婚禮物 怎麼可能拿一顆拉那麼口碎的東西 夜少呢 你昨晚不是說他要來親自見證 你跟周明凱的結婚嗎 你就這麼期待葉柏妍過來 他可是你們所有人家在一起都惹不起的存在 你什麼態度 我可是你爸 你是嗎 他只不是小冉的一棟血庫 我呢直接扔洞交回去 姐姐 你給我輸的血我一點也沒料 我一家都不忍小 既然都被我拿過來 消花了 姐姐說什麼呢 趙律師已經在裡面了 趙律師 早後去 你不能夠 賤溢 後 結婚後 便可以啟動物資集團的資產 婚後 姐姐快進去吧 等到和周少結了婚 研議的資產就可以啟動了 互聯 這劉玉悅怎麼跟以前不一樣啊 哎他是不是知道他母親的死死亡 穩住 動手的烏勇已經送他出國了 雲玉悅不可能知道 沒錯 今天我就當著重人編 揭露他失身其他難為的仇 要不言 真美啊 啊 趙老陸是在哪兒 韋玉 你這是什麼大半 你快去換上校長給你準備投和啥去 真的 這麼重要的場合還知道 真是 偏僻 我之前真是眼瞎才看著你這種多少 韋玉 葉伯妍竟然真的來了 他不會想我的婚吧 我女生生的無憂已經到他了 太好了 帶他來的婚禮現場 真是 把無憂帶過來 歡迎葉少來參加我和韋玉 韋玉皮脊劇 你讓作卷 中後年肯定給你帶來很多困擾 我以後一定好好管束 希望能夠花起你們之前的徵婚 周梢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 我和葉伯妍之間的是 他輪不到你插手 因為你沒姿 怎麼回事 林韋玉今天哪顆鏡大錯了 哎唷韋玉 今天是咱們的婚禮 你幹什麼 他可是你的殺母仇人 殺母仇人 是 姐姐姐說什麼呢 言語又不是我們哈子的 姐姐聽我看著我們幹什麼 我勸你們最好主動承認我們 吳勇已經在趕來的路 什麼 哎呦 維園你快別鬧了 你趕緊和我去換禮 我確實在籌備婚禮這個時間 很少陪你 但是咱們典禮接觸之後 我們立刻去度女藝 我好好陪你啊 關哎呦 周少周少 哎呀沒事吧 我能沒事嗎我 這怎麼回事啊 搶婚了 新娘八成要跟這個周明楷黃了 你看他的葉伯 聯合的大名服 國際 新娘婚禮當前穿著一身黑 難不成 要給周少送葬不成 禮服是葉少為我準備的 怎麼各位有什麼意見嗎 原來是葉少送的禮服啊 怪不得看著這麼高貴呢 不是是是這黑色代表之愛 想必葉少肯定也是這個意思 之愛 那要看是對誰啊 姐姐你別胡鬧了 明凱克對你這麼好 你怎麼捨得讓葉少這麼傷害他呀 哎呀威月是啊 你趕緊換上我們給你準備的禮服 跟周少把婚禮給辦了 你看那麼多雙眼睛在看著呢 別鬧笑話 笑話 穿上你們給我準備的做了手腳的禮服 才是笑話 他竟然發現了 去把他這件婚紗動下手腳 我要讓他在京海 丟進眼裡 回憶你別傻性子了 你趙立月還是還在等著呢 乖女兒 等你跟周少完了婚 你就可以繼承你母親的公司了 還不趕緊點 趙叔合同準備好了嗎 所有繼承公司的文件都在這裡 不過你母親剩前說了 只有你結婚後 文件才能正式生效 嗯 回憶 等我們晚婚之後你 我們已經結婚了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老公 葉博言 什麼新娘竟然已婚了 結婚對象竟然是夜市集團商業大佬 葉博言 那今天的新郎 你算什麼 老婆 你說他算什麼 算 算你的手下敗將的 畢竟能和你葉博言相提並論 也算是給他面子 不可能 姐姐 你是不是昨晚被他威脅了 你別怕 爸和明卡哥會給你做主的 文件 我們對這相約十年了 我對你有多好 大家可是都看在眼裡的 對我好 文件 你最大的願望不就是和我結婚嗎 難道不是你最大的願望是和我結婚嗎 利用葉博言對我的喜歡 幫你搞垮夜市 怎麼 被我受眾了 爺女兒啊 難道你真想把你母親留下的公司 公售送給害死他的人呢 威月 你母親顧原死那麼慘 難道你還要讓他傷心啊 姐姐 你最恨的就是葉博言了 難道你問問爺爺是怎麼死的嗎 他在下面要是看到你和仇人結婚了 他肯定會傷心的呀 我們怎麼死的你們難道不知道嗎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真沒想到 你竟然想嫁給 殺害你母親的袖手 真是太讓我們失望了 行了 胡勇馬上就來了 威月的母親究竟是怎麼死的 你們是自己承認 還是等胡勇來了之後 送給現場所有人錢 他難道知道那個賤人的死因嗎 我們上海 胡勇的計劃完美不確 無可查證 他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可胡勇 我說過 胡勇已經出國了 不可能回來 胡勇也你真的要和害死你母親的人在一起嗎 胡勇也 要你的真的不是好人 和你那些就是有力和壞 啊 葉伯爺是我最愛的人 別挺聽說的 啊 好痛啊 你手疼不疼呀 以後這種事情交給我就行來了 好 公正好 出去 嗯 好 邹局勢 這個結婚證是我今天跟威月領大 關於威月 計算他母親公司的事情 或是還有什麼手續 證明沒有問題 胡勇總去世前留下的文件裡邊 沒有其他限制 需要大小姐結婚 文件就可以生效了 大小姐 這邊親自即可 哎哎哎不能簽不能 不能不能簽不能簽 走 哎 等一下 看天吼鳳什麼味的屁的說 哎趙律師啊 我這個女兒肯定是受人蠱惑了 跟周少早就訂婚了 關係好著呢 是啊 趙叔 肯定是有人故意告貴 目的就是為了炎依留下的故事集團 是誰想要故事集團 可想而知 吳玉 難道忘了是殺害你母親了嗎 死都不必忘了 吳勇再來了路上自殺了 混蛋 本來就沒證據 只認他們害死我 現在證人就是你死了 葉少娃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但是 李威月是我女兒 自從她母親去世之後 講誰 我說了算 是嗎 是嗎 這兒 哎不能欠 沐浴城中 現在故事集團所有資產 由林大小姐所有 哎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父親掌管的離世 向我故事的借款 應該還有三天就到期了吧 希望到期的時候能看到回款 否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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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笑你 不笑 真是可笑 故事集團是我媽留給我的禮物 怎麼 你們就想把她給吞并了嗎 姐姐 你是不是瘋了 你這麼不笑 有所謂可是故事集團 我身為故事集團的公關負責人 我不許你這麼胡鬧 啊 那妹妹是想怎麼樣 我 我已經和周少計劃好了 明天當眾揭露林威月是什麼事實 到時候再由周少大堆接受 等婚禮結束之後 我只要隨便和他結局 他就會乖乖的 向故事集團雙手奉上 到時他那死了的媽留下的故事 是嗎 可就是我 既然妹妹說不出什麼 那就如妹妹所言 林祥染有損公司生育 即刻滾出公司 該滾出公司的應該是你林威月 你這幾年也沒有為公司做過什麼貢獻 昨夜還是深夜不言 今天又在婚禮上出手 確實不應該繼續待在公司 沒錯 我們現在故事正是上升起 你需要像林小姐這樣一個有爭議的領導者 不如把公司暫時交給二小姐 或者夫妻娘 聽見了嗎 林威月 你還是太年輕了 你母親如果權下有知 聽到王董的建議 一定也會贊同的 既然王叔這麼看重妹妹 那想必王叔也沒有留在公司的必要了 帶著妹妹一起滾出故事 你 林威月 想到你這麼不知情重 我怕妹妹一個人離開公司還有點擔心呢 既然 有你的支持者的話 帶著你一起離開公司 難道你不開心嗎 林威月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小燃對你這麼好 你就算再有氣 你也不能去上岸小燃呀 正當防衛有什麼問題 林小燃 剛剛是你說的 如果有人損害公司名譽的話 就要滾出公司 對 那就讓大家看看 你是怎麼背著我和周明凱偷襲的 聽 新郎竟然和小姨子搞到一起了 這太不要臉了吧 我說這個周明凱為什麼一直互惹林小燃 原來他們兩才是一定的 我妹妹在一起 就要跟姐姐結婚 這是騙婚吧 惡心死了 哎呀 妹妹剛剛不是狗叫的挺歡嗎 怎麼現在不叫了 這是假的 這都是合成的你們不要為他變了 後面還有視頻呢 想看嗎 不許放 我過過了不許放 周明凱 你的小燃這麼著急 你就不怕他肚子裡的孩子出事 孩子 你就不怕他肚子裡的孩子出事 孩子 你胡說 我沒有 太不像話了 偷情把孩子都偷出來了 這也太高興 沒想到林家二小姐這麼不行 什麼什麼事這有了 要說 麻煩你給林小燃辦個離職 給他補點工資 以他作風不正開除 好的林總 林小燃 你知三當三有損公司的名譽 我依你所說把你趕去公司 你難道不應該很開心嗎 沒有 這不是真的你胡說了 伯爺你聽我給你解釋 你看到的這些都不是這 勸你別弄 要不然下輩子 真廢了 老婆 你什麼時候學的藝術啊 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著呢 林總 婚禮還要繼續嗎 當然繼續 周少花大價錢 給我和我老公準備的婚禮現場 怎麼能浪費呢 伯爺你別呀 我跟小燃就是個誤會的婚姻 也是個意外 這麼多年我對你的感情 你是知道的 我心裡只有你 無小區的人只有你 給我閉嘴 要不然下半輩子 你可就開不了口了 別找 待會兒會有人給你處理的 今天是我和葉國元大喜的日子 我不死 哎 林先生 周創和林家的分店到底是怎麼回事 周創和林家的分店到底是怎麼回事 林家別去公室區啊 據說林家都已經困難 這婚禮是否為商業婚姻 哎呦別猜了 別猜一下吧 我我 不知道 別管了 周明凱 趕緊叫你的人 有風手消息啊 姐姐你剛剛這首公司 你不懂得比咱們的利害關係 你看這些那種別拍了 不然對公司影響不喊 怎麼會呢 分明是你跟周明凱搞出了亂子 要影響也是影響你們家的股價呀 對於我富士集團而言 好像那止损是一個公關而已 你 這個賤人 來來來來來 咋咋咋咋 咋死我往這兒咋 我就不嫌了 當這麼多記者面前的咋死我 不能衝動 不能衝動 送包 我剛好這麼急 別混了 吳勇自殺 便沒了少夫人母親 被林真也等人害死的證據 今天也算是為我母親算了一場 他們害死我母親 一定會有留下蛛絲馬跡 你再去查 明白 阿妍 你在今天剛進完故事 但是沒什麼公司管理經驗 要不 嗯 可以拜你為師嗎 我當老師的學費個整會吧 你幹什麼放我下來 走去費個 Bye OK 五月 嗯 今天的婚禮你是不是只想利用我的事 力 要幫你拿回你母親留給你的公司 你怎麼會這麼想 我 我的 我妈车会死亡这件事 不会就这么算 只要你死 我就会喝你 安妍 以前是我敷了你 但是你放心 以后我 我有 谁这个时候来电话 烦死了 我先出去一会儿 让我进来好啊好 谁呀 魏月是我 我现在可是叶家的少夫人了 以后啊 尽量不要给我打电话 有事有事 是你妈留给你的遗书 遗书之前你妈给你留了封遗书 你要不要来亲自看看啊 你们又在耍什么招数 我妈之前留遗书给我 你为什么之前不拿给我 我妈这不是怕你 堵私人吗 姐姐怕什么呀 故事集团不都以认识你的吗 盐怡可是在遗书与专门提到了 故事集团呢 你真的不打算亲眼看看吗 好明天约个地址 晚点发给我 谁打电话过来 哦 林志远的 他刚刚说我妈拿了遗书给我 要不要我开人跟着 不用就他们的两下呀伤不到我 对了 你刚干嘛去了 啊 什么东西 扔的什么呀 结婚证 什么 今天高领的结婚证你就给扔了 扔哪了 魏月你别找了 照片没用 不是叶薄言你怎么回事啊 你 发烧了 没有呀 你凭什么让我结婚证 魏月 我怕你像之前那样 后悔跟我结婚 你就别惦记了 反正扔都已经扔了 以后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叶太太 我这是嫁得跟恋爱讨吗 既然约在医院 肯定是想撞口连绕给李小人 的重合数学 来来来来 你闯祸来了 等你真好 你这样啊 小绿茶 你上辈子还会装 一叔呢 还没麻烦姐姐帮我收鞋 怎么那么麻烦 她是你姐姐帮你收的鞋 有什么打不了的 丑亲女儿小冉的命才叫命 他只不是小冉的一栋血枯 撑给我撑 我那直接扔都叫毁虚 李宾月 你妹妹现在急需输血 赶紧的 草子知道你会来这个 我妈的遗书是不是也是你们美的 你看看 这是你妈的笔记你认识吧 这是她亲自写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要遗书的全部 那你就乖乖的配合书写 这字字确实是我妈写的 龙山公墓二十 后面是什么 如果连你妈她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吧 另一部分在哪给我 姐姐要是能像从前一样给我书写 你们就会给你整好书 毕竟 严谊可是在遗书里提到很重要的东西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可是你妈留给你的 你呢就想凭这个 给你写我给林生儿书写 别做梦 纪元你把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你要不教你教你 不不不不 大姐姐姐姐现在有业伤了 你真是不用我不用睡醒了 不害我 我身体不好 都是我的错 一起 不然呢 只是你的移动雪库而已 错了不在意你 移动雪库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应该不是你林志愿的亲生女儿吧 哭说八道什么呢 你要不是我女儿我能要你这么久吗 姐姐 你快给我道歉 让你在那儿不容易你就别气罢了 给我起开 小雅 小雅你没事 女儿啊 你可不能伤着我 是啊 妹妹现在肚子里可是怀着周冰凯的灭肿呢 这要是万一伤到了可就一尸两命了 所以妹妹以后 还是 姐姐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啊 之前对我很温柔的 是不是叶伯妍比你这么做的 妹妹 这才是原本的故事啊 妹妹不会还想着让我画个丑妆去劝退叶伯妍吧 可是要让妹妹失望了 就算我丑没人要 叶伯妍 你会看什么 我打斗 我笑你 我只笑我发 像什么东西没敢当我 本来今天我过来只想要狗妈的狗尼兽而已 既然你们不愿意去 你再也不去 姐姐等一下 这里是什么 没什么呀 你妹妹只想给你个教训而已 谁让你那么冷血 输点血都不愿意 原来只是普通的麻醉 想玩 那我就陪你们玩吧 既然妹妹这么想要玩 那姐姐就奉皮到底 要不要姐姐 在妹妹这娇妞的脸肉上 快要给你茶呀 离你妹妹远点 你然不愿意给你妹妹输血 你赶紧滚 你让我滚 我现在不仅是夜市的少夫了 我还是故事集团的总裁 你们临时欠我们故事的钱还了吗 就让我滚 真的大头气 哎呀呀呀呀呀 你都是一家人 算那么清楚干什么 你妈妈要说在世的话 她不会看到你这么对我们的呀 你也配提我妈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死 要不是乌勇死了 你们以为 你们现在还能在这待着 不过 就算她死了 你们也离死了 因为我一定会找出你们害死我妈的证据 然后亲手 把你们放进去 然后就开始反应了 姐姐这是怎么了 朱绍还在家等着我们 快来帮忙 要想睡多久 麻醉浓度很高 够你拍照录视频了 太好了 好好拍 敢让我们当中出城 太低限了 放心吧 卫月 我看这次晒得来救 不认识 卫月月少 是我 林小婉 我姐姐 也就是你老婆 好像并不是真的爱你呢 我约约她怎么了 我看好像在我们家约了周明凯 但我们都只走了两个人索困呢 我亲眼看到的 你好像 又被我姐姐给耍了呢 你以为我会放着自己老婆不信 信你吗 你 你不信就算了 反正待会儿姐姐的验照 可能会被传到网上 你就等着大笔帽子吧 飞车 林长 林玉 我本来只是想跟你结婚之后 分走你一半故事资产而已 既然你不是好歹 那就别怪我了 耶 耶 你不是 你不是 你怎么信你这个 你不是 你怎么信你这个 上次扎你那两针这么快就忘记了 就凭林小婉那点伎量 还想翻翻我 李玉玉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都变了人似的 你说以前啊 你怎么说 林凯哥 这是夜市的进包方案 薇月真乖 要拿下这资金表 我们就结婚 嗯 丑 你只是我老款 叶薇言的工具吧 叶薇言可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你可不能清醒他的话呀 真的吗 那你觉得 我应该是谁啊 啊 李玉玉 你跟我说 我和萧冉就是个意外 我不对你再示威 真的 只有我是真心爱你的 也不也 他都是虚情假意 真的吗 你这么爱我呀 要不你让我扎那两针 然后你绑中不叫 我才相信你爱我怎么样 啊 啊李玉玉 别别别别 咱有事好好说 你能让我扎两针都不愿意 他不是说爱我吗 怎么你这让我怎么信 文言 你这不是要命吗 你杀人专举死血渣 我被你杀了一下 你让这不是你杀了一下 你让我站着一个什么 这不是我之前要给个送给皮带吗 周五 好来了 我以为不让人跟着 可千万不能出事 夫人在婚礼线上不是很会扎人 我看他应该不会像以前的二人欺负 扎人 胡言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看到的这些都不是这 劝你别动 要不然下辈子就废了 老婆 你什么时候学的艺术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我以为究竟还有什么本身满足的 业生 前面就是连家了 我说 你给我好说的 你跟她说 你 林伟月你像什么样子 你們客官來了 讓我出去 別說是我林家的女兒 真是可笑 我本來也不是你們林家的女兒 滾家 你你感覺你這衣服怎麼是這樣啊 你這頭髮 你上 這樣什麼 你為什麼 林家雅 麻煩相信你害人之前動點你那個豬腦子 想拿點麻醉就害我呀 可笑之奇 姐姐你說什麼呢 明明是你的醫院遇走了 我把你送過來的呀 沒錯 讓你去醫院給你妹妹輸點血你都不願意 真沒想到 你竟然變成這麼冷血的一個女人 這個課我會當初 抱歉 你想打你吧 爸爸爸爸爸什麼爸 你剛不會是想說沒有當初一起把我害死的那個新人真 陳總 你太太狀況良好 還可以 可以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說她狀態良好了 你媽媽的死是因為葉不言開車造成的跟我一點外形都沒有 你總在背後造我的搖戲嫌命太長了嗎 是嫌命太長嗎 李維玉 你沒事吧 沒事 老公他們剛剛欺負我 哎李維玉你怎麼到他一旁 你你你明明是你你看 李維玉 你這麼厲害嗎 哪有 明明是他剛剛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去的 哎我可沒碰你 沒事就好 莫非家吧 哎哎不會去走 你雖然是葉家的當家人 但這是我們的家事 你最好別插手 家事 林維玉現在是我的妻子 我帶她走 有什麼問題 你們婚事 我不同意 所以 不算數 你同不同意的關我們什麼事啊 李維玉 你怎麼跟你爸說話的 趕緊啊 我給你爸道歉 秦姨就別裝了吧 我媽當年的死跟你有關 我親女兒小冉的蜜才叫蜜 她只不是小冉的一棟血枯 丟臭丟臭 你胡說什麼呢 你媽明明是被葉薄言開車撞死的 你竟然還會上午仇人結婚 她在下面不會好過的 你敢揍我嗎 也不會好過的 你敢揍我嗎 沒事吧 林維玉你瘋了 李維玉可是你 是什麼 你該不會是想說她是我父媽嗎 你願意打我我不怪你 怪 我媽都已經死了 你還敢揍她 你算個什麼東西 你也敢說我怪你 沒把你的嘴欺貫就已經很客氣了 完了完了 李維玉我警告你 故事極端趕緊給我交出來 我可以既往不咎 幫助你打領 上月 那個你現在年輕 根本就不懂善有邏輯 你根本就管理不好 你媽給你這公司的 我沒說話你別罩了 算是笑 維玉你爸的意思呢 是怕公司的那些老人欺負你 畢竟咱們是一家人是不是 你呢 這兩天就讓你爸先幫你主持大局 回頭等 你回哪個頭 我看你們就是想趁機掏空我媽留下的心血 姐姐你好狠的心啊 我們從來就沒有這麼想過啊 你之前沒有去公司做過管理 你不懂這些的 莎莎很複雜的 我老公 我老公 可是商業極彩 只有他不想要的公司 沒有他吞釘 不然 林總和周少 犯著自家的公司不是經營 卻老惦記著故事這款美容 楊不成 是不想要自家的公司了嗎 聽見了嗎 我老公不介意吞釘 你們這兩個公司 真是不把他也少 維玉 我老公不喜歡別人碰我 瞧你說的 我們都是一家人 小冉已經跟我保證過了 以後不會再介入你和敏凱之間的感情 別 我可不介意妹妹和周敏凱在一起 那個 算了算了 林維然 作為林家的長女 昨天的婚事不算數 林家和周家的婚事必須重新進行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要恭喜我這個妹妹了 奉子成婚不願以償 你 你女 必須離開葉不言 明天就和周上結婚 老公 他們讓我跟你離婚 老公 你同意嗎 老公 如果他們不介意兩家公司對我吞釘 我很樂意配合 聽見了嗎 我老公的話應該不能 維玉啊 你母親的遺書 還在你爸爸那放著呢 難道真的不想要啊 你母親的遺書說得很清楚 讓你別碰故事集團 這點我可真沒騙你 維玉還有我 不勞你們操心了 你們有這個時間啊 不如多想想 怎麼把臨時的那個借款給還上 要不然還有兩天時間 你們可就要被趕出去咯 我們回家吧 嗯 既然你不怕死 明天我看你在公司怎麼應對 繼續查 吳勇死了 但一定還有其他證據或許證人 證明我母親是林居然的 現在害死了 過幾天回組織一趟 和大家聚一下 輝玉 你寫好了 跟我去 他難道是想 這麼好擠的嗎 就這 你去哪 啊 我有點事 你先收起 這麼晚能處理什麼事 該不會偷人去了吧 拿來啊 這頭上什麼東西啊 我去 昨天才結婚 今天偷人都碰到家裡了 葉博言 糟了 這誤會可大了 林姐姐 葉博言 你行啊你 這小孩都看起來還沒成年吧 你就 吳玉 你誤會了 你倆剛剛都 葉博言 我真沒想到你居然這樣的男人 你這樣跟周明凱有什麼區別啊 我 林姐姐 你誤會了 我們真的不是那種關係 那是那種關係 哎呀 梅玉 文書她的身份很特殊 所以暫時不能公開暴露 之後呢 她就 借助在咱們家裡 但是你放心啊 我跟她是絕對沒有任何關係的 林姐姐 我喜歡你 喜歡我 說你會醫術 我也想學紮針 特別是 這 張男的那種 這小丫頭看起來也不像是有什麼新鮮的女孩 嗯 那 行吧 我就再信你一次 不過你要是敢騙我的話 我就 我換你一起做吧 我們先去睡覺了 明天早上去故事集團還有一場硬照一看 葉少竟然也有吃啞巴虧的時候 聽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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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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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總 林總算來了 怎麼了這麼好 這幾個在鬧罷工呢 林總 公司做法毀滅人性 你必須給我們一個說法 就是 你必須給我們一個說法 你跟什麼這樣 你們要是不給我們說法 我們就去勞動去告你們 或者找媒體曝光你們 就是就是 你現在肚子裡懷著孩子 幫我胎氣就不好 有什麼問題你說 如果是我們公司的問題 我一定會給你出的說法 但如果 是有人想要從中做梗 你說主 這命令 這就是你下的 怎麼回事 您要趙律師 開除林總監 違反了勞動法 因為林總監已經懷孕了 這幾個在鬧的 也基本上都是在孕期 剛上任總裁就被員工鬧騰 我看你怎麼跟董事解釋 怎麼現在不說話了 我們女人本來找份工作就不容易 怎麼 現在懷孕了 公司就要拋棄我們 你不僅無視法律 還沒有同情心 你剛上任 就拿自己的妹妹開刀 那我們這些員工 是不是更慘 姐姐 你生我的氣罰 我沒有關係 可是我沒想到 我會連累這麼多 苦干員工 唉 都是我的錯 看來妹妹這麼多年的公關 沒白做呀 煽動人心的方式到朋友以後 姐姐說什麼呢 開除孕婦 可是女婷子下來 把教律師放你那裡的資料拿走 你們先看看這些資料再說吧 開除林小染的決定 並不是你的 這裡面是什麼 林小染在這期間 做了很多油損公司利益的事 大家不知道啊 你胡說 我是公司總監 怎麼可能做出油損公司利益的事情 三年前 林小染利用植物便利出差辦公 可實際上 是你懷孕 偷偷休息了一天 什麼 三年前你就懷孕了 我沒見你有孩子呀 你們別聽他瞎說 我懷孕了能沒事家孩子嗎 那是因為你在休息期間流產了 當然不可能生產 我 天哪 林總監你流過產 那你這胎 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是 林總監 您這胎 好不容易才懷上的吧 不容易 他現在肚子裡懷的 可是我之前的未婚夫周明凱的 什麼 你們難道不清楚嗎 不僅如此 你們繼續看 兩年前公司周年慶 他為了討好客户 把一個女同事推入了火坑裡 事後不僅辞退了那名員工 還威脅對方 這難道就是一個公關總監該做的事情 這都是假的 姐姐 你為什麼這麼損害我呢 我只不過是懷了你不要男人的孩子而已 你至於給我這麼多墨需友的父母嗎 惡心 天哪 你們快看 原來咱們故事借給林氏的錢 也是林小冉利用關係幹的 林小冉的父親林志遠 也是林氏的老闆 到現在也不給我錢 我以為他們破產了呢 這對婦女是想慢慢掏空咱們故事 真惡心 就是 你們手裡的這些資料 只是林小冉在任職期間的一小部分 沒回操作 我們故事集團 不是林氏集團的私產 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嚴重危害了我們故事集團 甚至 危害了林氏 沒錯 去年咱們公司員工的福利 就是因為林小冉她罷了這筆借款 直接沒有了 你稍有去試試 我懷孕期間被撕退 就是你的不對 你懷孕沒有向公司匯報 林總開除你 是因為你做了這下有損公司利益的事而已 既然妹妹懷孕了 那要不就給她安排休假 我們對你的劣行也會追究法律責任到底的 你 真好痛 妹妹想要吵個台階下也不用這麼裝吧 姐姐 她好狠心 我現在可是懷孕怨呢 快給她打120 她現在急需要一個搬家子 好了總裁 你們大可放心 有關於磁退孕婦儀式 都是林小冉自己造的藥 公司該有的福利一樣都不會傷 我雖然是林志遠的女兒 但是我絕對不會像林小冉一樣 將我們故事集團 當做自己的私產 什麼事 伯月 我幫你拿到你母親的遺書了 過來一趟吧 下了 東西拿到了 當然了 玉玉 我在你爸那邊的地位可是很高的 我說我想看他你母親留給你的遺書 立大招 在哪 哎呀別急嘛玉玉我們 林玉玉 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我越來見見我怎麼 畢竟我才是他正牌的 行你我起開 阿爺 我來是想拿回我們心 留給我的遺書你別誤會 誰 劉產 你給你 哎 你 沒事 玉玉 為了你 做什麼都不和你 嗯 林玉玉 你妹妹就算有什麼對不起你 你也不能下毒手 小冉怎麼樣了 一年來強到早你滾開 小冉怎麼樣了 一年來強到早你滾開 你明知道小冉懷懷了孩子 你還那樣自己啊 我告訴你啊 小冉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你也別想好過 抽完了直接扔 東角毀虛 姓林的 林小冉是你女兒我就不是了 你連爸爸都不叫了嗎 那你反了你 你也配讓我叫你爸 從前你就把我當成是林小冉的數學機器而已 什麼 你何德何能讓我叫你爸 你做姐姐的給妹妹出點險 怎麼啦 哎呀那他這個當妹妹留產又怎麼了 換姐夫是我弄的 小玉你別說了 小玉她在這邊請求我 阿姐走開 你為了你體驗 想要氣 確實是我不好都會 如果不是我的話 那事情也不會鬧到這個地步 郭冰凱 你叫啪啪 是有林小冉老公的名 醫生 我女兒怎麼樣 小女兒怎麼樣了醫生 當然沒事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啊 好你頭啊你孩子沒了 好你頭啊你孩子沒了 注意壓病人情緒吧 好好調養還是可以再有的 好好好 林文玥 我平時裡帶你不飽 小冉也是個尊重你這個姐姐 你怎麼對小冉嚇了刺痕的手啊 真傻 小冉已經發過誓了 絕不跟你搶明凱 他知道你們是真心相愛 只不過想給自己留個孩子而已 擔心他用孩子勾住明凱 於是就 這麼會一想 怎麼沒得一想證呀 哎 文玥 文玥等等我 等我哎 你叫明凱去哪啊 你孩子剛沒丟失回頭嫂啊 夜夜 裡面那位真的流產了 沒誤 原因呢 這 我只要尊貨 本天林小燃被送來的時候沒什麼事 可他 他非要讓我們幫他做人類手術 沒有沒有 月啊 林小燃肚子裡懷的孩子可是你的 他現在流產了你就一點也不關心吧 我以前就跟你說過了我不喜歡他 我跟他就是個意外 我自身是我小的就只有你一個呀 真是可笑 哎 你母親的遺書可怎麼 我把他拍下來呢 哎 別跟我玩心裡戰了 有什麼條件 果然聰明 明天京海酒店有個自然文言 你沒有去 京海的晚言 京海 酒店有個拍賣會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去 拍片是十七生物股份 十七生物 上一時我記得十七生物 被另一個買家拍下後不久變爆雷 賣家跳槍盛亡 我記得十七生物是你母親生前最喜歡的企業 我打算呢 把他拍下來送給你 不能拍 不是 你是要去十七股份的拍賣會 沒錯 你笑什麼 作為你之前的未婚妻 我奉勸你一句 最好不要碰嘴拍 為什麼不拍 現在十七生物發展先進那麼好 那你是不是怕我將來發展的比 業業博言好 真是可笑 昨晚葉本演員說了他會去十七 不過 你覺得你能言得過得好 你 反正你在我身邊 他有錢又怎麼樣 我在 嗯 你母親生前和石總關係那麼好 這個拍賣又比較特殊 就算是我拍下 他必須得到石總的認可 才能完全的掌控十七五四 所以你是想利用我母親生前和石總的關係 幫你出面 多跟石總臉言進去 既然你自己往槍斧轉轉 那便不用顧及網路的情緒 我和我對就能玩 至少我拍下公司 一數利盟都可以 可以呀 嗯 周明凯他还真是对实习生物很执着呀 他这一次恐怕是把全部加到 都放进去了 自己想死别人想了爱拿不住 如果真如你所说 实习生物明天下午就爆雷的话 那他周明凯 把这辈子都买一天吃 好 这样难道不好吗 像他这种不要两个女的长男 就该有这样子 什么 啊 不许放 哎 想去见夜鬼人了 也是不说我搞垮也是你不能去吧 对 我把手都倒出来了 我把手都倒出来了 让他送我这个傻姐姐 什么事啊 明天我去接你 哦这样啊 明天我老公也要去 要不你帮我老公也带着吧 给我们到司机 你 反正你记得准时去就行 再见 你 自然会准时 我还有等着看他怎么哭不后果 回约 周少来这么早啊 那必须得走吧 哈哈哈 今天是心不安 实在命 我看 想别去 我看你是想急着送死 李卫月 你别忘了你昨天答应我的 你放心 我就算是给石总跪下 也一定一定 绝对会帮你说好话的 你最好是 你别忘了 你母亲的遗书还在我这 还没见过这么急着投胎吧 周少今天带了多少资金呢 三 你别管我准备多少 凡这实习股份一定是我的 对吧 薇月 薇月你放心 只要实习股份一到手 我肯定把你母亲的遗书 双手奉上 下午就要报连起点 我老公是不要命的 我跟你请 走吧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开脑微检查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开 直期收入的全部部分 终于买了 周明卡 我最后全力辞 你最好别碰这个开 你该不会是犯悔吧 不行啊 你都已经答应我了 等我拍一下拍片之后 你可一定得去后台 是不是要帮我们演进去 行行 你儘管拍 现在开始起拍 起拍价一个亿 太好了 我准备三千 创伤同约 我出 二百五十亿 鱼月 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了 他还卖吗 是当才在这而已了 少 你二百五十 我 你妈是二百五的 谁答应是 二百五十亿一次 二百五十亿两次 三百亿五百亿 三百亿 五百亿 六百亿 一千亿 一千亿 一千亿一次 一千亿两次 一千万亿 周少 别冲动呀 实习生物的股价真的让你值得这么低 你忘记 一元就是 我哥 咱们就把股份让给周少吧 我看他真的很想用 让什么让 为官员 借着根 就来 两千 我 故意的 哎周少 你沒錢就別學人家玩有錢人玩的遊戲 周少要不還是算了吧 你全部的資產應該也就三千一萬 全部投入實習股份真的值得 兩千五百一一次 兩千五百一兩次兩千五百一 快等一下 兩千八百億 兩千九百億 我 周少算了吧 還不夠我老公的 這就幹什麼 周少你從來沒贏 今天也一樣 你注定就是我的手下頒獎 你這樣實習什麼工程的人 媽媽就算是今天最有錢 老的也不能四十多數 2900一一次 2900一二三千一 三千億 周明凱你的三千億很快就會騙成灰 起不宴 是嗎 哎 三千五百億 我昨天下不是曹跟你說過嗎 實際上我今天就 周少 跟嗎 我跟你媽呀 玩不起就別玩 周明凱玩品這麼差 沒錢玩個屁啊 是啊 才是夜瘦厲害呀 真不愧是驚海第一鬼才 既然這麼看重實習生物 我要是有錢 我也跟著葉總拍一 周少要不真的算了吧 你說你家產也就三千億 你要是再更更的話 誰告訴你我這 必須把他實習 不能被葉無言給下去 你說 周少 看不出來你還挺有錢的 那你準備出多少啊 我都跟 只要在四千億內拿下 一個月後才把公司報告手 就能進入五千億 射比射比射比 可能被葉無言給下去 三千萬一次 三千四千億 四千億一次 四千億兩次 四千億三次 四千億 大將恭喜周上 恭喜周上 如常所願 你可別忘了打擾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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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周上 你都已經拿四千億出來 派石總的公司了 想必也不用我幫你美顏了 不過我倒是很好奇 你從哪裡弄出來的多出來的東西 這麼久了 來之前我就做了 來之前我就做了 憑我的本事 在一旁被遇欠 不成問題 你從哪裏弄出來的多出來的東西 周上 你就這麼篤定 實習生物的股價會暴漲 當然 我有內部朋友 你們錯失了這次機會之後 以後就不會有這種 就打起來機會 嘿嘿嘿 既然如此 你得恭喜周上了 如遠走吧 周上放心 我待會兒啊 就去跟石總 幫你多美顏集聚的 哎呀 大難您走了還這麼高興 他就這麼篤定 實習生物暴漲 你不也這麼鼓勵嗎 是嗎 我是說你之前不是說 實習生物馬上爆雷了 你這麼喜歡 老母說的無條件相信 啊對了 周明凱說的那個內褲紅藥 是文書 什麼文書 老婆 你說暴雷時間快到了嗎 馬上 什麼暴雷不暴雷的 李遠遠 我已經讓人把你母親的遺書 發到你的有箱裡 說到做了 那就多謝周上了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一句 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要不然真等到暴雷了 別說你的三千億家產了 就是你貸款的一千億 也都會全部演技 看你們就是眼紅 錢我也交出去了 實習生我所有股份都是我的 你就股價保障吧 那既然如此 又生意就算了 老公你走吧 大眼不慘 什麼暴雷都暴雷 因為你是原型 可小時期 中兵卡 中兵卡呢 中兵卡不能排 不是流產了嗎 還能自己歸過病嗎 他呀 我根本就沒流產了 什麼 什麼不能排 那不重要 實習生物的股份你拍了嗎 拍了呀 四千億塊就算了 謝謝你幫忙辦理啊 我 全完了 全完了 什麼完了這不好好的嗎 哎 等我股價抱你臭 你 錢就讓我撤回來 能撤多少是多少 哎呦 我給你的一千億 全都給我要回來 哎呀你什麼意思呀 妹妹就是聽到有什麼消息啊 什麼消息啊 什麼消息 可說呀 你自己看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實習生物的股份 暴街了 怎麼會這樣 我的錢怎麼快 四千億 四千億就這麼大機票了 我不管 你趕緊把那些錢給我 但是我被人家所有資產了 你必須覺得我要活了 你又輸了 你 你們 這是你們我設的圈套 你怎麼把我打死你 啊 周明凱 我三番五次的提醒過 你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 是你自己不聽勸非要拍 結果現在出事了反而來怪我 沒事 親老婆怎麼沒做 尤其是這麼有難度的老婆 你我言 我一定會想辦法得到你 恭喜您姐姐讓柵男一無所有 乾杯 乾杯 哎 溫叔 我聽說是周明凱金融圈的背後大佬 不過我看以前十八歲 怎麼知道的呀 準確的來說呢 不是我 是我金融圈的一個朋友 準確的來說呢 不是我 是我金融圈的一個朋友 朋友 那個男的有事相求文書 所以呢文書就順便讓他幫了個忙 給周明凱放出了股價會暴漲的假消息 男性朋友呀 嗯該不會是 嗯 哪一家少爺啊 他喜不喜歡你啊可靠嗎 哎 我看那個男的呀目的不純 你得再觀察一下 目的不純 啊 我之前跟你說過 文書他的身份 很特殊 很多人呢 都想通過他獲得一些利益 林姐姐你放心 過幾天你就知道我是吧 這小丫頭到底有什麼底牌 竟然能讓一個人要護著 還有金融圈大佬的電解 夜上 和僵屍的合作就買完新約 該出發了 好 我知道了 僵屍 對 我安定回來 早點休息 葉博言 等我有了你的孩子 你們業家肯定會選我 而不是林輝月的介紹 你 到了嗎 夜少已經在來的路上了 不過我只負責提供消息 千萬別告訴夜少說是我說的 造型好了 等我成立也就然 想要什麼合作都能成 我母親的遺書拿到了 上面提到了龍山公布209號 明天陪我去一程 好的老大 剛我在外面看到林小冉了 周明凱已經失去了一切 您打算怎麼處理林小冉 畢竟他也算是我妹妹 今天去一趟公里來說的 什麼事要這麼急 怎麼了 剛收到消息 林小冉去京海酒店了 您剛不是說夜少去那邊談工作了嗎 他們該不會 京海酒店 夜少 和僵屍的合作就買了簽約 已經發了 和僵屍的合作 老大要過去一趟嗎 我記得上一時 那東西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夜少 你不能不要我嗎母子 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上個月 夜少在京海 和僵屍談生意喝多了 不把我認為是姐姐 認識到我 過了 但是我還想到我 不想到我 事實上你 是我 对不起对不起夜少我错了我错了 夜少别生气嘛 你来这干什么呀 你们林氏集团贴我老婆的钱还上了 还个屁等过了今晚 我成了你夜家的女主人 让你夜家还 夜少那你们先聊我去逃为人家 林家小姐如果没其他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离开 我今天是真正让你夜少开戒的 之前的事情是我 我之前的事情是你夜 哦 你是说你让医生拿掉你肚子里的孩子 然后把对责 再给温暖 本来林小然被送来的时候没什么事 可他 他非要让我们帮他做人类手术 果然是一场戏啊 你怎么做 你觉得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有困难 看在你是微月妹妹的身上 这一次我可以不跟你计算 但是如果没有想要一次 不敢了 不敢了 这杯酒 就当是给夜少陪坐的 夜少请 夜少请 喝吧 今晚过后我就不信你夜家长辈选林微月 不选我 夜少不喝完吗 你是觉得我只喝一口 要求不够 没有 没有 没有的事 夜少之后一开玩笑 我怎么看给您下药呢 什么味道 我今天为了建一双 特地调配的香水 非常喜欢 这瓶钥匙需要搭配这个药物啊 一起使用 能达到最佳项目 就知道你会对酒有贴 尊重发挥作人的 可跟酒没关系 哈哈 夜少还是怎么了呀 姐姐不在这 问我呢 老大 后面有车跟着 爱小姐说了 怎么弄死了 老大 后面有车跟着 好的老大 老大 老大你在哪 我们现在过去 不必 起光好小子 这场朋友没有关手 活动不行 那老大下手轻点 我們去京函酒店幫夜少 知道臭娘們啊 我們不繼續逃了 弟弟們追了我一路 怕不是竄什麼 阿爺是我 阿爺 誰是真心愛你的 阿爺 阿爺 很熱的嗎 很熱 阿爺今晚我們就可以 五月 阿爺今晚我們就可以 五月 是啊 我不是喜歡我嗎 今天晚上我們就 你 怎麼啦阿爺 阿爺 是我 我是你最愛的人 我是林薇月 快 快 你不是魏緣 不要再做死了 葉薄言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愛你 在他心裡你就是他的傷不愁良而已 我們結婚吧 魏緣 你真的願意嫁給我 什麼 我媽超過死了這件事 不會就這麼算 只要你 我就會和你來 會和你 葉少 你忘了林薇月吧 你和我才是最完美的 啊 你看最大的事 我去這女的玩這麼大 他就是這樣 我說是 這林大小姐這麼效力 我都捨不得 我都捨不得 唉小姐的命做了 哈哈他讓你們怎麼做呢 嗯 就憑你們啊 呦老大 他笑話你 既然林大小姐如此不是抬局 那我們不如就把他給 太晚哈哈哈 你們想怎麼辦呢 那當然是一個一個上了 那多麻煩啊要不然 都一起上呢 姐姐好好陪你忙 哦哈哈哈夠了 老子請問給我上 妹妹 啊 等一下 我們是受人之拖過來幫忙的 夜少不必多問了 確實 幫你緩解燥熱 夜少 我就是說夫人出門了 這個點還沒回去 給我找 你這麼講的 還有誰 哎小姐你 他怎麼能打呀 林小冉不知道的事情可多著呢 還真的我還是以前女書籍包哎 你們 跟我起來上 弟弟們就這麼點能難 還怎麼當混混 要不 你要幹嘛 你給我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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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來我來 你給我住手 阿妍 還好你來得及時 我都要被嚇死了 那不關我的事 那是他們先動手的 我知道 你你你知道 你都不問我 既然發生了什麼 等你想說的時候 自然就會告訴我 嗯 就這麼無條件相信我 當然了 早點休息 接個電話 老大 明天幾點去龍山公墓 十點 你們今晚沒和日本人都說什麼 放心吧老大 你的身衣身份 我們一點都沒透露 不過 夜少肯定已經猜到了 跟你想說的時候 自然就會告訴我 等我去龍山公墓 回來再說吧 不過你還是注意點 夜少的身體 林小嵐給她下了毒 我們雖然給她解藥 可也只能暫時緩解 毒 什麼毒 一些男懷女愛的東西 不知道 林小嵐從哪搞來的 這毒 唯一的解藥 只能是老大你了 我 不好了 夜少昏倒了 好 阿雅 阿雅 請少夫人 關夜少姐 阿雅 這一次 跑來救你 你 也不會 下一次 後來 不然 啊 爸 阿姨 這以後可讓我怎麼回啊 阿姨都已經有姐姐了 他還帶我 阿姨這小子 竟然做出這種敗壞野家門峰的事情 小人呢 你怎麼能來麻煩野家老爺子 快跟我回去 爸 野家可是今頭最大的家族 忘記葉少已經跟你姐姐結婚了 你不能讓野家扶你奶奶 好 等一下 爸 阿姨的父親最近不在家 這孩子做出這種事情 實在是太損害咱們野家的門峰了 你們放心 只要這照片舒適 我會讓阿姨和輝月離婚的 上來 龍山公文大便安排的怎麼樣 已經打好招呼了 那邊負責人好像知道老大一定會去 Taincel 難道我媽真的在那邊里有什麼秘密 阿姨 你好像不舒服的地方嗎 老婆 谢谢你昨天晚上救我 我们可是夫妻 什么事 夫人你妹妹带人来了 来的正好 敢给我老公下毒 薪酬就很一起算 阿姨我跟你说 我这个姐姐你可能还没见过呢 真的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哎我说一大早怎么有野鸡在笑 原来是你的 阿姨你瞧我说的没错吧 吃的是一点礼包都没有 还是小冉有教养 爹 自己看看你昨晚干的好事 我说过 我一定会代替姐姐成为野家的女主人 阿姨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爷爷 就老实跟我交代 究竟是杨林维悦还是李小冉 我没关系的 我可以为了野家的声誉主动退出 姐姐的幸福最重要 阿妍 你看一下 小冉多懂事啊 赶紧和这个林维悦离婚 你去我们家小冉 阿妍啊 这个农庄艳母的老女人是谁呀 没教养 真是太没教养了 姐姐 你平时对我和语先生也就算了 阿姨可是阿妍的母亲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真的呀 阿妍 可是我看他对你并不怎么关心啊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也太不可遇 我今天 我就想坚持下谁才是杰了女主人 你和爱我 你非要搞得这么难堪吗 你以为用了些手段再挪辣 就可以真正带拯我们现在的用 原来 是后妈呀 怪不得你死绿茶站里 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可是你妹妹 我妈可是上次你这样的故事 疯了疯了 天啊女人不太同我们家的媳妇 你这种老绿茶都配 我有什麼不配的 況且我可是我家安言明媚症取信來的 可不像你們這種踏入別人婚姻的 爸 你看看這個鳳女 我們哪久就把他帶出去呀 夠了 夠了 姐姐 姐姐今天你怎麼樣 都都怪你這個賤人 滾給我住眼家 人家騙上我的冰淇淋亂 阿研 爺爺之前是不是腦部有過入疑 對之前都可以開爐爪 醫生說不能公信 剛才你信我嗎 信不 快把爺爺回進去給我給他進去 哎不行你們不能碰老爺子 姐姐你這下把爺爺害了什麼 滾開 阿爺葉伯伯的你快把葉伯伯叫回來 不能讓姐姐這麼瞎了 對我要告訴阿爺的父親 讓他好好寵治一下這個賤人 老公 爸來夜宅一趟 帶點東西 快去準備一個盤 待會爺爺會預先 好 不准去 老爺子有個三長兩短 你負的了責嗎 快去 阿爺 你不要再被這妖女迷惑下去了 這老爺子平時是最疼你的 你怎麼能忍用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 無量針灸呢 是啊阿爺 姐姐可沒這本事呢 萬一她把爺爺召還誰負責啊 我負責 爺爺只是一時氣急 腦部於血散不開 待會兒針灸完就好 姐姐 你什麼時候學的爺爺 我之前可從來沒聽你提起過 就你也偏 老爺會讓我呆著去 偉月 我信你 哼 給葉老爺子扎死的更好 到時候你別偉月 就更不會得到葉家剩下的任何 阿爺 你聽我一句話 你父親已經在回來路上了 他要是知道 老爺子是被這個夭女害死的 而且是你縱容的 他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阿爺爺爺需要安靜 來了來了 阿爺幫我接一下 待會兒爺爺會有疫情 是死人 你就懂得吃瓜子嗎 姐姐就快別折動了 爺爺本來是你得住 你這 謝謝有事嗎 沒事的阿爺 通完血爺就好了 好不好也不是跟你說了算的 阿爺 阿爺 你還是帶爺爺去醫院檢查檢查嗎 啊 姐姐你 那個瘋女人 小傻別擔心 阿爺都不信 你在路上了 等他回來 有你好看 剛忙著舊爺爺 忘記教育妹妹了 到時候妹妹在這裡跟個老野雞一樣亂叫 這一巴掌 就當是妹妹替阿姨受著了 希望妹妹能謹記 不是什麼雞都能成瘋子 林薇月你小得意了 等我老公回來有你好看 是嗎 爺爺會瞎著我對嗎 爺爺 剛才是薇月舊的你 阿爺 你娶這個好老婆呀 夜少您父親回來了 葉伯父 這不能怪阿爺 昨天晚上我們都喝多了 阿爺 這張照片不像是偽造的 前面倆 到底選誰啊 我已經和薇月結婚了 我這一生 妻子只可能是他 老爺 可不能同意啊 你是不知道林薇月這個野雅 沒教養得很 只要是以後在咱家 豈不是要先翻天咯 咱們葉家 葉家什麼時候跟你有 哎老爺 你看 這就露出馬腳了 這女人哪裡配得上咱們葉家呀 白鳳女士 我之前一直借你是長輩 所以不跟你一番見識 你如果再感受污蔑我 我有一百種套話 讓你滾出眼 葉伯伯 我姐姐她向來如此 我替她給你們道歉了 還是小冉貼心 你這麼好的丫頭 以後肯定能把咱照顧得很好 阿爺呀 你不看看你選的什麼好老 妹妹這麼多禮貌啊 那你也請你去下櫃子去 你 做姐姐的幫你 林薇月 放棄了 老爺你快快問他呀 這要下去打還了得 夠了 阿爺原本 我對你和薇月的婚事啊 不願意插手 可是 昨晚你對小冉做了那種事 上我們葉家的臉幫哪哥呀 你還對得起你過世的母親嗎 就是呀阿爺 你母親要是知道 你是這麼不負責任的男人 在底下肯定也不能瞑目 閉嘴 竟敢踢我 出言不懈竟敢侮辱他已經過世的母親 我不替你踢誰啊 葉伯妍你看你娶的什麼老婆 你母親要是還在世 肯定不會同意這麼一回事 是啊呀 你怎麼能這麼縱容姐姐 你們兩個根本就不配這個問題 阿爺 你母親的去世是個意外 這麼多年了 你怎麼還是放不下 不過我沒記錯的話 白鳳女士和阿爺的母親 應該關係很好 那是當然 我們可是堂姐妹 是可惜 我姐姐她走的太早了 哈哈 哭得這麼傷心給誰看呢 別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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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意思 阿爺的母親名總前 還交代了我照顧好阿爺 難道 你懷疑我不安好心 這可不是我說的 不過 會員 你會不會想當他的生意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現在也不確定 不過之前我讓我朋友去查一些事情 無意間查出了你母親的死亡 可能和太陽 什麼 不對啊 那母親可是因病 你怎麼可能 你想在這撥脏稅了 你有證據嗎 讓你在這 糟了 草生一直在忙業家的事情 忘記去龍山公墓了 惟悅 這不是你昨天晚上那個朋友嗎 嗯 老 姐 呃這位是業家的仇人 林惟悅你在這做什麼搖呢 你認識白鳳女士嗎 哎我怎麼可能認識他 臭屁肝 你離我遠點髒死了 白女士 你好好看看 我可是你日思夜響 有滅口的那個人呢 想起來了嗎 我我不認識你 我不認識你怎麼能不認識你 這十年來 一直東躲西藏 都是暗無天日的日子 有這麼把我給忘了嗎 白鳳 究竟怎麼回事 老爺 我怎麼可能和這個臭旗艦有什麼瓜葛 肯定是他們 就他來羞辱我的 閉嘴 你說 說什麼說 來人啊 快把這個旗艦給我抓出去 誰敢 說 十年前 你原配夫人的死 並不是一彎 是不是跟他有關係 沒錯 那個女人每個月都會去城東的餐館吃飯 你趁他來的時候加一點這個 不住半年 保準他不發身亡 不會被查出來嗎 廢話 所以我讓你每次只加一點 放心吧 醫生查不出來 只會認定為病死 錢呢 這個只是定金 事成之後我會這次沒關 好 梅女士 等出事成之後 你並沒有給我另外一半 反而一直派人追殺我 拿我家人做妖協 現在就剩我一個人了 我也不怕給你撕破臉 好不了 我們一起過了 老爺 可不要請這個人心給我呼嚴呀 我是被約了的 我和艾恩的母親可是唐姐妹 我怎麼可能殺他的 唐 唐姐妹 連小冉都能三番五次的陷害我 這個新姐姐 怎麼 你就不能為了嫁進葉家 去殺害他的親生母子嗎 姐姐 你在說什麼呢 如果你們還不信的話 再憑藥我還留著呢 不悅 只要有問題 偶爾服用的話 沒什麼答案 但是如果長期服用 就會讓人精神混亂 最終 毒發生了 啊 你 不 老爺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還沒調遍 你不敢收留你 你的姐姐都敢害 來人 快來人 阿哥送去這老闆 一輩子也把政府他 不要 老爺 可可要我真的沒有害阿爺的母親 真是 爸 您終於來了 遇見報告帶了我 阿爺 當年 我沒有照顧好你的母親 如今 你娶了這麼好的老婆 一定要好好珍惜魏月 一定 我的妻子 真是魏月 話別說的太早了 葉老爺 魏月是我大女兒不錯 我二女兒小冉 被你兒子欺辱了 說法才是吧 阿爺 其實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瞞著你 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和 魏月離婚的 孕前證明 真是 我孕了 怎麼可能 你前幾天才做的人裡有手術 怎麼可能懷孕 哎呀你說什麼呢 我怎麼可能打掉我們的孩子 劉柴什麼的做做樣子就行了 嗯 記住了 葉博言要是問題 你就當作是幫我做的人有手術 其他的跟你一段 好的 葉博言 就算你再早就關事 也逃不顧我的算計 不可能啊 你們昨天晚上才 怎麼這麼快常來懷孕 這孩子 是我們一個月前懷上的 那晚 姐姐和阿爺鬧矛盾 阿爺就來找我排解 然後 然後 我這二女兒善良 一直幫你們葉家引盤之前 還把鍋推給周家 可我這做父親的 我一直任由他 這麼不顧自己啊 爸 別再比姐姐和阿爺了 要怪就怪我吧 都是由阿爺那天晚上喝多了 才把我認成姐姐的 小染啊 人善被人欺 你放心 今天葉家的人都在 一定會為你套個說法 好啊 你們想要什麼 無必再莊了 你若真的懷了我的孩子 我就生下來做親子鑑定 阿爺你 你不相信我 我肚子裡可是你自己親自受傷的腫啊 葉伏言 當真不負責任嗎 爸 阿爺他如果實在是不想認 我可以自己生下來撫養 好啊 爺老爺 我今天可是帶著記者來的 如果你們執意不給一個滿意的答覆 你們葉家的聲譽 你就會造作極天 這叫什麼事嗎 阿爺 你葉伯言 你必須和林維月離婚 娶小染 否則你們葉家永無安寧 你覺得我會在於這些呢 林智月 我就只問你一個問題 我是你的親生女兒 你當然是了 我這麼護著小染 也是因為她是你妹妹 若姐姐的照顧妹也是 理所應的 是嗎 那等我去過龍山公墓再說 隨你便 葉伯言馬上離婚 許小染休想 好啊 我們離婚 好啊 我們離婚 伯月 你說什麼呢你 阿爺我離婚 謝姐 你想幹什麼 如你所願 我跟阿爺離婚了 這樣你就可以當葉臺了 怎麼樣 開心嗎 你要耍什麼花招 維月 你瘋了呀 小染啊 天后就是 葉家的少工人了 林維月他到底想幹什麼 維月 林維月 你到底去哪 嘘 這幾天我們先上聯繫 什麼意思 復仇 才剛剛開始 老大 那我們現在去哪 龍山公墓 老大 前面就是龍山公墓了 負責人早上看我們沒有來 估計已經走了 我媽心裡提到了209號 我們過去找一下 嗯 兩位姑娘 你們是迷路了吧 您是 龍山公墓 我在這管轄三十多年了 太好了 我們之前聯繫過的 我是林維月 顧岩的女兒 是你 奶奶 這裡是什麼 這是你母親顧岩留給你的 她說你看到遺書後 會過來 之前也有人來過 是不是這樣嗎 他們林家三人都來過 不過顧岩跟我說 一定要把這盒子親手交給你 謝謝奶奶 快看信吧 文維月 209號墓地 是你親生父親 林志青之母 我走之後 記得多來看看你父親 我 我竟然真的不是林志遠的親生女 等一下我帶你 祭拜一下你的親生父親 你先看信吧 以後 媽媽保護不了你了 照顧好自己 少漏風 遠離毫民之間的爭鬥 文維月 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你母親的意思是不希望你報仇 平淡度日 我親以後小冉的命才叫命 他只不是小冉的一棟血骨 撐 給我撐 撐完了直接讓你 碰腳回去 去 你放心 絕對會像十年前處理的七十五次一樣 絕對 你 我瞭解殺害物理經典手 就算我想平安度日 他們也不會閃得開心 餵 我去找你 這是真不見面 我有個計劃 需要 什麼 反正再說 你先答應李小冉 看他究竟想要什麼 林嘉一直在等你 讓你和李小冉成婚 讓你對他肚子裡的孩子負責 我知道 你已經和薇婭離婚了 作為我們葉鴨唯一的繼承 你必須要對家族的生育負責 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一定會給所有人一負責的 爸媽 葉家怎麼說 再等等 林薇月這個死丫頭 已經和葉不炎離婚了 現在你肚子裡 懷的可是葉家的孩子 他們不敢不答應 沒錯 他們要敢不接納你 我就通知媒體 讓所有人都知道 他葉家 對你肚子裡的孩子不負責任 可這都已經三天了 怎麼還是一言不法 肯定是不想 葉博言 哎呀你快接呀 他肯定是跟你求婚呢 我就知道 他葉家 最看重的就是臉面 哼 喂阿爺 我等你這個電話很久了 你已經和姐姐離過婚了吧 我們 晚上金海酒店見 有事跟你說 真的嗎 阿爺 好好四三八 我讓人去接你 四三八 哎呀你管什麼房間號呢 他讓你去酒店 能有什麼事情啊 哈哈哈 疼了哈哈哈 今晚可就看你表演了小冉 等你成葉家少夫人 我還要什麼故事 那可不 就連那周明凱 都得要踩在腳底下 那我這孩子 哎呀 這孩子的父親到底是誰的 還不是你說了算 你說是誰的 就是誰的 就算 周明凱是他的親生父親 那又怎麼樣 只借他的種而已 那我電話在哪兒 請啊 他斷絕關係 永均後悔 什麼事 趕緊說忙著呢 交點錢 你現在事我會比狗狗提 你要點臉吧 我們倆早就翻篇了 我警告你啊 從今晚過後我就是葉柏妍的夫人 又沒這少年就 葉少夫人 你是葉少夫人 那林薇月誰啊 林薇月已經黑股眼裡了 你可以去吃回頭草了 真是 林薇月 這麼巧 薇月 周明凱 那個 先放下 周明凱 你還沒死 哎 你說你肯也不願離婚 林薇月跟你說的吧 別管誰說的了 那咱倆就可以 不 就算我跟他離婚了 也輪不到你這種著 魏妍 以前的事咱倆就當時沒發生過 就算是你和你薇月在一起 還是可以接受你的嗎 你該不會是沒錢了 過來找我 借錢 我沒有啊 那就是林薇月不要你 回過頭來想騙我 哈哈 瞧你說 你忘了 咱倆以前有多小愛 在別人眼裡 咱倆就是天造地設的一段 以前 送你家去見葉伯妍 你就是我搞垮眼視的一個工具吧 葉伯妍今天晚上都要跟林薇人工讀良宵了 我才是最愛你的那一個呀 可以啊 我接受你來 真的 你答應我了 別急啊 我還沒出條件呢 什麼條件 你說什麼我都答應你 今晚金凱酒店 我們 細聊 魏妍 你覺得這麼恐怖的 那我就只好免為其他感應 既然你趕著上來 那就一網打盡 消息可靠嗎 當然了 這是林家親自放逐的消息 不可能有假 林家二小姐林小冉 夜宿京海酒店 私會葉家大哨 這新聞一出 葉家想不去林小冉入門 都說不過去了 來了來了 是林小冉就是 記者朋友們 你們這是在做什麼 林二小姐今晚在京海酒店是有約嗎 我們剛看到葉家大哨進去了 你們是我約好了 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 林小姐林小姐 葉柏妍過了今晚 你便永遠是我的人了 葉柏妍過了今晚 我便永遠是我的人了 葉少 葉少你在哪兒呢 李燕 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說嗎 мог他先ando嗎 林小eng 我卻不得了 這是我的美人 вас死了 这叶少和林二小姐什么时候出来 在今天大新闻明天指令是头条 这 这是拨拳的周寿啊 怎么回事 五月 我看 一不言呢一不言人在哪 哎别走五月 你让开我 你让我来的吗 你让我来 你让我 你让我 我的老前爷啊 林小冉私会破争前任 好这新闻可太近貌了 赶紧拍明天最近貌新闻 我醒醒啊 周明凯被下了药 能这么快清醒吗 就那么一丁点 我可不想林小冉那么恶毒 给你下那么重点 还是老婆高明 假装离婚然后骗取他们的信任 精准打击 一锅端 待会儿他们肯定要自爆以前犯过的罪行 顶了吗 小冉 哎呀 我就很唱 就是小冉 赶紧 我想 太厉害了 你 这个 麻烦不是 我 剪个屁老子的装 才被烦了你 放弃了 他毁了你的孩子 干什么 剪个屁老子的装 才被烦了你 放弃了 我又再毁了你的孩子 干什么 干什么 把他走路去拿下 小冉没事吧 作孽啊 你没事吧 林小冉的父母怎么也来了 八成是怕我们待会拍不到叶薄言和林小冉 想亲自去拍人 结果见证了亲女儿和之前的破产女婿搞在一起 自作孽不可活 这些杀人凶手终于凑起了 没想到林小冉的父母竟然会亲自凑什么 钟明凯和林小冉的丑事已经带路了 现在就等他们两个老狐狸 会不会说出害死你母亲的真相 就算不说 我也有的是办法让 你带来 小冉肚子里怀的可是你鸡骨肉 连自己孩子都不要了吗 我被下药了 一定是林卫月 这个小贱人跟他妈一样 怎么敢怒死 现在怎么办 外边可是有好多记者呢 记者 谁叫来的 林卫月叫来的 我叫他 我叫他 自己把咱们喊来结果打了自己的脸 真是此时乐过 他们现在估计还不知道 你拍正呢吧 你吼什么好 我这来也不是拍你的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怪你这个没有的够东西 死三八八 后妇气还没死 房间都说你死三八 你够了 你不是头嘴的之后 呀怎么办啊 这外面的记者不拍倒点什么 他们肯定是不会走的呀 说我到底 都怪林维越那个死贱丫头 对 都怪他 当年他妈顾严 被我们安排的人 假装叶薄言的模样 开车撞个半死 我看他 也想像他妈一样 这是我们能听的吗 叶扯出这么大的刑事案件 这明天绝对惊爆整个京海 快快快 终于成了 维越 这些证据已经被拍下来了 明天记者也会曝光这件事情 阿言 以前是我误会你 走过去 吴勇已经死了 这件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这吴勇倒是失去 你可自杀也不暴露 还好当年把顾严 送到吴勇的私人诊所 要是送到别的医院 顾严这个小贱蹄子 就会被救过来 现在当务之急 想怎么面对那些记者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还不都怪你 你来做什么热闹 我约的明明是叶薄言 林维越说答应借给我 先重整周事 这不就来了吗 我看这事有点蹊跷 确实蹊跷 杀人凶手 这么快你不记得我了 是林维越 你们看看电视机下面有什么 惊喜吗 你们刚才的证词 都会成为你们老底座穿的政策 天后还还还都被开下来了 怎么办啊 居然是 谁让你们进来了 出去都出去 请问你怀了周明凯的孩子是否属实 假的 都是假的 金女士 请问你和已经去世的顾严 有什么过节 别拍了 你们这么惊慌是因为杀人的失败了吗 怎么办啊 事情全都坏了 这沙漏地就要坐船了 赶紧买飞机票 冲服我呀 你们想要往哪跑呀 莫远 莫远 你可跟我解释解释 只可和我没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 周少确实没有参与杀人的过程 但是知情不报 以及之前骗鸿的行为 够你在牢里蹲几年 你 我老公说的话没错吧 你别听他乱说呀 我们才是只爱 你忘了 我当初打印跟你幸福的 哦 幸福 送你下去见叶贵啊 你就是我包括夜市的一个工具吧 我要是跟你多在一起待几天的话 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真心爱你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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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已经在来都入上了 刚才的证据也都送过去了 你就老老实实在牢里反省反省吧 妹妹现在怀了死渣男的孩子 坐牢恐怕不太合适吧 你想做什么 这有这么多记者看见的我能做什么 我可不像妹妹一样 丝毫没有法律底线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失去所有亲人 你 杀人兴手 今天我们就薪酬旧账 一起死 今天就薪酬旧账 一起死 卫元啊 我可是你爸 你可不能这么对待我们啊 哎呀 咋了 你连你爸都打 我不仅要打他 我还要打你这个死的律师 他 这两巴掌 是我替我妈的 玫月 你全向入志 也不会看到你 你这样对待我 你也配提我妈 我已经去过楼上 真的去了 我不仅去了 我还得到了一个你们一直都想得到的消息 我亲生父亲叫林志钦 而你林志远 只不过是为了我家钱财的一个凤凰男而已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 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养育之恩 你总是要报答你 你要不要恋 我亲女儿小冉的命才叫命 她只不过是小冉的一栋血腹 撤 丢撤 你们和周明凯有什么趣 我要是听你们的话 恐怕连明天都活不活 姐姐 你这是什么话 这里拿你这个绿茶说话的 不愿 警察已经快到了 我的气也出的差不多了 你们好自为止 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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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老婆马甲竟然这么多 我这样毫不自信 我不就是会打架 会治病 还会打人的小技巧吗 还要你说什么 你啊 巫月 嗯 你跟我说实话 自从你那天晚上割腕自杀之后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 下雨水 会回来 我现在出生那么年前 一些相比也不也放开 你是不是还有事情满意 文书 终于写完了 快告诉我 那我的结局是什么呀 姐姐你自己去看嘛 我是绝对不可能剧透的 哎 那文书你的结局是什么呀 我 我身份这么特殊 怎么可能这么早暴露啊 那不得等到 一百集之后 不愧是我们的终极大宝 文书嗯 等你这部剧拍出来之后 我们一定追 也有一定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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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